啊 接下来请收看快的修行路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叭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叭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叭远吉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领导互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丧师耶席喇叭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一想到所有被杀害的动物 心里就很难过 即使人人都吃素 但还是有许多动物会被杀害 我是否可以修一些法 至少帮助其中某些动物 你可以为动物和昆虫做的一件事是放生 让它们不会被杀害 我发起一个特别的放生传承 把动物和昆虫释放到安全的环境 我们每个月在住所放生三四次 买的是可能会被宰杀的蚯蚓和昆虫 我们不仅仅救它们的命 还尽量带着它们绕佛塔 持咒后吹气在水上 然后把水浇在它们身上 之后我们把它们放到水里或土中 是哪一种动物而定 这不但就把它们解脱恶趣 并为它们造下成佛的因 唯有当蚂蚓和其他昆虫来到你家 你才能够帮助它们 带着它们绕圣物是法不实 救它们的命是无畏实 净化它们的心就是让它们免于受苦 除了不失食物之外 这是利益它们的好办法 最好的机会 如果桌子或佛刊上 有一千尊佛像和圣物 你带着动物绕行一次 就造下千个成佛的因 每次你带领动物绕行佛桌 就是为它们造下许多安乐 长寿的因 所以 如果你带着十亿只昆虫绕行圣物 每次绕行都是把佛果贡献给这么多的友情 这真的很奇妙 是你所能够贡献其他友情最神奇的利益 有一个关于八十岁老人的故事 他进入大秤道 时机一成熟 便成就佛果 圆满地饶意友情 带领他们成佛 这一切圆满的历生事行 令所有的友情成佛 来自他自己成就佛果 而那是他进入大秤道的结果 在那之前 他是阿罗汉 实证了解脱道 而那源自他出家为生 他之所以能够出家 是因为多劫前 他曾经是一只苍蝇 在佛塔附近 一条河里的牛粪旁 追逐漂流 这个举动 形同绕塔 所有这一切利益 成为阿罗汉 成就佛果 带领友情成佛 都是得自追逐牛粪的气味 而绕塔的微小功德 我们应当经常记得 仅仅绕行一周都如此可贵 带着动物绕行圣物 有多么难能可贵 当人们刻意绕行 利益更是不可思议 还有 最好能够救脱那些 可能会被宰杀 当食物吃的众生 龙虾活生生地 被放进废水中主 光凭想象就能够知道 那种苦有多么惨烈 换成是我们 势必想尽一切办法脱逃 但是它们不仅被套脑 而且根本无法和我们沟通 所有的友情就像我们一样 希求安乐 不愿意受苦 遭逢困境或不舒适 带着动物绕行圣物 是在为它们造下来世 安乐或成佛的因 我有一只猫 最近我一直在想 它每天无知地坐着 它的生命想必是痛苦的 它怎么能够造善业呢 似乎不可能 可否请您告诉我 如何做些事情来避疫它的心 你说得对 你照顾动物 它们未见你 光是这样还不够 你必须做点事 实际避疫它们 你不妨每天正忙 一 带着它们绕行圣物 并一面持咒 二 在它的耳边 克颂或持咒 或者播放 克颂或持咒的光铁片 让它可以听到 这会造成极大的差异 果报不可思议 让它来世 投身散去 转身为人 且执欲佛法 有一个故事说 佛陀在田里 向五百只天鹅 开示佛法 下辈子 它们都转身为人 全部都出家为生 而且都成为圣者 也就是具有灭地 和道地正量的大修行人 仅仅听闻佛法的字句 果报便难以思量 世青曾经诵 阿皮达摩据色论 屋顶上的一只鸽子 每天都听到 有一天这只鸽子死了 世青运用神通 观察它转身的地方 原来它投身到 下面山谷的一户人家 于是世青就下山去 访问那家人 询问是否可以由他 来照料这个小孩 这家人答应让小孩跟着他 小孩出家为生 名为安慧 变成阿皮达摩据色论 方面的专家 因为那是他前世当鸽子时 所听闻的叫法 他写了四部四论 来阐释这部法典 三 还可以给他法名 因为俗名对他没有弊异 每次你叫他的法名 都在他的内心留下积极的喜气 我们的狗叫 及六字大名咒 每次他听到自己的名字 都会在内心种下整个菩提道的种子 留下积极的喜气 这同时也是在为他噪音 让他将来能够理解 佛八万四千法门所有的教法 因为这一切教法 都涵盖在六字大名咒之中 二帝、方便和智慧道 以及二果及法身与色身 每次听到他的名字 都带他更趋近佛果 这是利益动物非常简易的方法 四、你最好加持猫的食物 再喂他吃 可以念诵旧把友情出恶趣的五大强力咒 或大悲佛、药师佛和密勒日巴的咒语 然后在食物上吹气 如果无法每次喂食时都这么做 则可以一次同时加持所有食物 这种食物具有加持力 有助于凡是吃到这些食物者 都不会堕入恶趣 那会加持他们的心 净除他们的恶业 在宠物的耳边 克颂或持咒 在他的内心所留下的习气 来势会成熟 使他得以授持修行的教法 加持动物的食物 有助于净除他的恶业 我的狗老了 当他的死期到来时 我真的很想帮助他 而非放下他不管 请您告诉我 到时候我可以修哪些法 来帮助他的心 还有 一旦他死了之后 我该如何帮忙 一旦你的狗即将死亡 你可以为他做的 就是把他放在安静 不会受到干扰的地方 接着 你可以做如下几件事之一 一 修药师佛法门 观想七尊药师佛 在动物的头顶上 融入动物 二 修三十五佛法门 观想甘露 由他的头顶注入 净除他的恶业 强烈皈依诸佛 其请诸佛保护 引导他 在他死后 你可以这么做 一 念诵观音咒 和其他咒语 每持完一种咒 就在他身上吹气 二 或者每持完一种咒 就在水上吹气 观想诸佛融入水中 每一滴水 都具有净除恶业的力量 三 然后你可以把水 倒在狗的身上 思维 他所有的恶业都净除了 如果做得到 在他死后 最好让他的尸体 不受干扰地放几天 因为他的心事 可能还没有离开身体 当狗即将死亡时 要把他放在安静的地方 他死了之后 可能的话 再继续放几天 我应当停止吃肉食吗 我一直想跟你说 最好避免吃肉 当然有时候人们 别无选择而必须吃肉 不过 特别是就你的情况来说 出于慈悲心 我建议你应避免肉食 吃肉之前 想一想肉从何而来 由违背动物的意愿 切断它的脖子 还有 思维一下动物经历了多大的痛苦 经过这样的思维之后 你不可能会吃肉的 对吃肉的人来说 肉可能是好吃的 不过对于遭受极大痛苦 而且死于非命的动物来说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可以为被宰杀的动物 克颂修法 不过如果你吃肉的话 对动物的死亡 还是要负一小部分责任 如果人人都停止吃肉 就不再有动物会为此而被宰杀了 想一想肉从哪里来 想一想动物所受的苦 我在阳台上杀死了五十只小蚂蚁 之后马上就后悔了 我写信是要向您忏悔我所做的事 并且告诉您 我打算为被我杀掉的蚂蚁 受大乘八关斋戒 一天一只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 你想要回报那些蚂蚁的方式 真是太妙 非常不可思议 我没想到要为每一只蚂蚁受戒 我确信所有蚂蚁都会欢喜踊跃 鼓掌 当你受戒圆满时 他们一定会为你聚会庆祝 祝你获得一切安乐 我代表所有蚂蚁 当兄合掌 非常感谢你 打猎是我们家传统的运动 自从我开始学佛之后 已经不再参与家庭的打猎活动 但是他们争辩说 动物没有感觉 我曾经设法解释 为什么应当悲悯动物所受的苦 但我的话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动物有感觉 动物有感觉 拥有和我们同类的形式 就像我们一样也需求安乐 例如 如果你突然去触摸动物 它会立刻受到惊吓 如果有人揍我们 或用棍子打我们 我们也会害怕 如果有人向我们泼冷水 我们也会吓一跳 你能够忍受把指头放在废水中吗 不行的 动物也一样 虽然动物不会讲话 但他们透过身体来表达恐惧 人类可以说话 抱怨 控诉 找警察 做许多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恐惧 但是动物没有办法 他们什么都不能做 不管其他人是否承认你在受苦 至少你可以解释 人们可以听得到 动物没办法这么做 可是你可以从他们的动作 得知他们的感受 当有人要攻击他们时 他们会跑掉 他们害怕 表示他们想要安乐 不愿意受苦 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心事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杀害他们 就是照下恶业 将来会像他们一样 你将受苦报 达十万劫之旧 动物就像我们一样 希求安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淮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 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置业 至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寄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 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妇佑下 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常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顾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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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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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